歡迎收看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我們在前面兩集介紹了 要怎麼樣才會有相等長的線段 還有要怎麼樣才會知道兩個線段成固定的某一個比例 那在這一集我們要介紹的是 怎麼樣才會知道兩個角是一樣的 那這個怎麼樣會知道兩個角是一樣的 一樣這個當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學生最容易回答的其實就是 全等啦 好我講掉了哈哈 那還有呢 來想一下啦 我們到底學到了哪些 那在這個 我在大家寫的時候 我一本來寫第二個 然後你們一邊想 這個如果我們在園裡面看到了 等玄心劇 等玄心劇就會對 我以後我後面那個對就不寫了 等玄心劇就會對到等弧 等弧就會對到 等一下等玄心劇先會對到等玄 等玄就會對到等弧 那對等弧就會有等角 等圓周角或 圓心角或 旋切角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要取得這個等玄 又不一定要從等玄心劇來 我們在一個圓裡面呢 如果你是平行線 也會截等弦 也會截等弧對不對 平行線 那又有另外一種情況 我們也會知道我們是等弧的 會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我們剛剛講到說 如果你等玄心劇就會等 就會對到等玄 等玄心劇就會有等玄 那又或者說我們可以 從這一點喔 就是玄心劇 它會平分那個玄 也就是它同時也會平分 弧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在上一章 有一題是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沒有印象就算了 姑且看看 它有一個玄嘛 然後說這是中垂線 那然後 然後我記得整個 最後面在計算的時候 就說整個弧是168度嘛 然後所以這一邊是84度 這樣子 然後再去加上另外一個角 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一題 那個是某一年的基測體 好啦 那除了說我們知道有 全等會有等角 那還有這個 剛剛講到圓上 會有等角 還有怎麼樣會有等角 其實一般來說講全等 就會想到 相似型 會啦 那還有很常容易發生 很常容易想到的 那個 你給學生一定時間 他們也會想到啦 包括比如說正三角形 等腰 等腰 T型 等腰三角形 正多邊形 對不對 還有怎麼樣會有等角 那一樣 平行四邊形 對角相等 平行四邊形對角相等 那要注意一點 平行四邊形的 對角線不會平分角 那如果你是做腳平分線的話 不會不一定會剛好對到 不一定會剛好碰到對面的這個角 那但是如果你是 零形的話就會 就是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 不見得是腳平分線 但是零形的對角線一定是腳平分線 好 因為形的對角線 也有一條是腳平分線 基本上就是 如果零腳相等的話 好 那他腳 他垂直平分 他垂直平分線的話就會 同時是腳平分線 那這個是平行四邊形 我們還有在什麼情況下 會看到 相等的腳 這個 還沒想到呢 平行線 對不對 平行線 同位腳相等 內挫腳相等 同側內腳互補 我就不寫了 你們自己找 抄筆記的話自己寫 那還有怎麼樣會有 一樣的腳 那這個非常值得一提 然後學生也很容易會忽略掉的一個 但是其實我們很常看到的 怎麼樣會有一個腳 這個 這個真的是很常看到 會有等腳的情況 比如說怎麼樣會是 與同一腳互補 互補 還有與同一腳互補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看到與同一腳互補 呢 比如說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有一種題目是這樣子 然後 一條直線上面有一個 比如說矩形或者是正方形 如果他是正方形的話 就可以正全等 如果他是矩形的話正相似 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這邊做垂直線這邊做垂直線 那這個腳跟這個腳互補 因為中間這裡是直腳 然後這個腳跟這個腳互補 所以這兩個腳一樣 然後這兩個腳也一樣 還記不記得 那還有一個也是很經典的 會看到與同一腳互補的問題 就是 怎麼樣 直腳三角形斜邊上曲高 就是所謂的子母定理 那這個時候呢 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90 所以這兩個互補 然後因為這個90 這兩個互補 所以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樣就可以正相似行 對不對 那除了說 除了這個高直接是 這條垂線直接是高 通過頂點之外 還有一種情況是這樣子的 他也是直腳三角形 但是他 從這裡這樣子做過來 然後這裡直腳 這裡直腳 對不對 還有這邊一項 像這樣子的 像這樣子的圖形 那這個時候呢 一樣 這個腳跟他互補 然後上面這裡也是一個直腳三角形 所以這個腳會跟他相等 對不對 好 那還有什麼情況下會有 這個 與同一腳 互補 或與同一腳互補 什麼情況下會有與同一腳互補 其實我們第一個看到的集合的推論 最基礎的那個 就跟與同一腳互補有關 什麼呢 如何證明對頂腳有相等 因為這個腳跟這個腳合起來是180 他們在一條直線上 這兩個腳合起來也是180 所以與同一腳互補 那所以他們兩個是一樣的腳 對不對 那還有在哪裡會看到與同一腳互補呢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我們在交圓的那一張的時候 有那個 如果有圓內接四邊形的話 圓內接四邊形對腳互補 比如說這個腳跟這個腳互補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外腳就會跟那對腳是一樣的 因為他跟他互補 他跟他也互補 所以這個跟他的外腳就會是一樣的 那你看在這裡就是這個與同一腳 與同一腳互補 或者是與同一腳互補 那這樣子也會有出現等腳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還會出現等腳 剛剛講到相似 剛剛講到等腰 又有講到平行 其實呢 我們在前面的推論一再的說 當你出現這個平行加等腰 平行加腳平分 就會出現等腰三角形 就會出現等腰三角形 那我們在哪裡看到他 比如說還記不記得有那種 一條紙條如果沿著虛線折下來 對不對 這樣子嘛 那這裡跟這裡平行對不對 然後 因為是翻轉的 所以這兩個腳又一樣 那 平行線內柱腳又相等 所以其實這裡就會出現 等腰三角形 這兩邊會一樣 然後這兩個腳會一樣 那我們還在哪裡看過 這個平行加 平行加腳平分 就是內分比性值 對不對 我們在證明內分比性值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樣子 腳平分線 然後過他做一條平行線 這樣平行線內錯腳相等 所以結果這一 這一條的長就會等於這一條的長 對不對 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講 既然提到腳平分 所以 還有一點 就是你可以寫腳平分 腳平分線也會出現等腳 或者說摺疊 也會出現等腳旋轉 摺疊 就大家想想看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知道兩個腳是一樣的 那除了上面這些情形 還有多一個情形 是 寫在這裡 等腳加上同一腳 這個在幾何正名的時候常常用到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們還記得我們有那個蝴蝶形的題目 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裡一個正方形 然後這裡一個正方形 那這樣子會去正一個全等 就是 最後的結論是這一條線會和這一條線一樣 那正名的過程就是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他們都有一邊是 這一個正方形的一邊 這一個三角形 和這一個三角形 還有一邊是這一個正方形的一邊 然後還有這一個 那最後還是用SAS 它最後的 腳就是 這兩個都是 直角加這一個 銳腳 它都是 所以這一個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三角形 有一邊大正方形 有一邊小正方形 還有這一個角是直角加點點 然後 這個也一樣 有一邊 小正方形 有一邊大正方形 還有一個直角加點點 那這裡就用到了這個 所謂的等角加同一角會四相等的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樣子取得 它是等角 我們來看之前的作業有這一題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ABC 那他說 這個A的存在呢 它其實是大圓跟小圓的切點 外切與A 那所以他們兩個的內功切線也會過A 這樣子的話呢 畫一條BC線 BC線段 交這個圓在B跟X 交這個圓在Y跟C 然後交這條內功切線在D點 這樣 如下圖 如果說腳B是21 腳C是27度 那請問你 他問的這個在圖上還沒有畫 腳XAY會是幾度 把這個XAY連線起來 他問這個腳會是幾度 好 這個問題並不難做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重點就是這條線是內功切線 他是內功切線的話 腳C是27度 就使得這個虎 AX虎 因為腳C等於27度 所以 AY虎 AY虎 AY虎就會是54度 對不對 是54度的話呢 旋切角 DAY 就會是27 對不對 因為它是 鎖對虎的一半 那左邊也一樣啊 因為 圓周角 大圓這邊 圓周角B 是21度 所以 一半 AX虎 會是42度 那麼 所以 旋切角 DAX 就一樣會是21 那麼 於是我們就可以得到 腳XAY呢 他會是 21加27 是48 度 可以嗎 這蠻簡單的 那這個是 上一次留下來的 基礎問題之一啦 他說 在有型ABC中 如果 D1 垂直ABDF 垂直AC 然後跟你說 D1會等於DF 是 證明 而且這是終點 是終點 是證明 他們是等於要三角形 不知道你有沒有 證出來呢 有很多方式可以證 那我們一個做法 介紹一個做法 連接AD 在 三角形ABD 和 三角形ACD中 怎麼樣呢 那我這裡連起來 因為D是終點嘛 因為D為 BC終點 所以 面積一樣 那左邊這個面積 我們剛剛說 終點 所以面積一樣 是因為他同底等高嘛 但是如果 我們不看這組 同底等高 左邊的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又可以 用 AB 乘 D1 除2 來算嘛 那右邊的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就會是 AC 乘 DF 除2 來算 那因為前面說了 這個 D1 等於DF 1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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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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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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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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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微微的不同 他是說 如果今天我畫一條線會通過這個切點M 一條AB 還有另外一條是CD 這樣子的話呢 連接AD和BC一定會平行 請證明這一點 下面這個問題 他跟你說 這個矩形的 AB是8 BC是6 然後我說沿著PQ對折 會讓B點跟D點重合 那問你 這樣這個BQ到底有多長 想一想喔 這裡 這題還蠻難的 這題蠻難的 有一個正方形ABCD 看這個圖很簡單 他外面有一點P 我這個是寫E Sorry 他說 他說 如果今天我已經知道AD會等於AE 就這一條跟這條會一樣長的話 那問你這樣子繳BED會是 是證明他是45度 他其實可以問你幾度 答案是45 那我們直接叫你 直接告訴你是45 然後請證明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D喔 AE喔 只要他跟AD一樣長 不管他擺在哪裡喔 你可以想像有一條跟AD一樣長的嗎 不管他擺在哪裡喔 連接BED都一定會是45度 欸為什麼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下面這個就比較簡單喔 平面坐標中求這個 14-2 -3-2 6-4 這三點所 產生的上行ABC面積 那我們這一堂課上這裡